你的选手 是的 那你们聊一下吧 你们看好谁 虽然我已经被剧透了 我们上来就读奶了 牛逼的小智 对 是新界的一个选手 好像听说他最近的发挥挺不错的 这样对比起来 已经比之前我们解除的比赛 就熟悉的面孔更多了 基本都认识 这两三张是肯定大家都比较熟的 大地吹狐李博是吧 对 天师 像冰冷飞狐和李博也是有不解之缘 两人一直互黑 谁比谁才 天天赌佛套墙的这个选手 我也是没有办法解说他的比赛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碰面啊 今天 有吗 还真不知道 应该我不知道 拭目以待吧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比赛分组 A组是旋风十斤酱油 这边是ABL 我这个ID真的难读 这个是资格赛 全都赛区的第二轮的分组情况 然后气死你气死你气死 同夫中华EDD 旋风这支战队 现在出现率还是挺高的 对他们战队人还挺多的十几个人 然后还有NGA战队也是很多人 跟当年的CL一样 嗯 然后这边的话B组的话就有NUBI的小致了 然后后面还有先播的是 我们播的跟伊犁地跟冰南飞狐似乎没什么区没什么关系啊 这有中华伊犁地啊 哦 看到了 对 对 我们这边的话因为第一场已经打过了 这个旋风十斤酱油已经紧急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播这个气死你气死你气死你对这个中华EDD的比赛 嗯 看一下大帝的话在这场比赛里面的发挥吧 嗯 这个果然是挑观众喜闻乐见的局来打 对吧 大帝会不会被气死气死你气死你气死你 也不知道他们会用什么卡组 因为我们现在的话也是开到了第三个区了嘛 然后不知道这个比赛是应该是开第二区左右的时候进行比赛的吧 嗯 感觉区别并不大 区别没什么很大 嗯 我看一下他们用的卡组中华EDD用的是战士小德法师和术石 然后被绊掉了战士两边都是被绊掉战士 嗯 唯一区别就是萨满和法师 嗯 现在还需要绊战士吗 我最近感觉龙战士这么弱为什么要绊呢 但是还是形态多啊 客栈龙战以及等等不知道什么战士 龙战确实不够强吧 现在新版的龙战是靠这个什么馆长来补牌 那也没那么厉害啊 对也不算特别厉害 而且天梯龙战并不吃香啊 这个 而且好像客栈胜率现在也变低了 客栈几乎见不到了 嗯 因为现在很多的主流套牌对客栈的打击非常的大 对了 看来我们这一次的话 呃 卡拉战之夜还是对这个版本 环境天天还是变化蛮大的 嗯 果然又是一个动物园 对张一个动物园 嗯 这是他们专业组的32强 嗯 黄金大公开赛公开赛 孤舞无极战专业组32强 这是最好成绩 嗯 就是我们进球一赛的话 有各个区 哦 区下的要求 对有各个区 什么上海分区啊 然后什么成都分区啊 反正有各种各样分区我记得 嗯 你为什么要照望你啊 镜像开局 两边都下了一个蓝胖 没什么很大的区别 动物园打动物园 其实说实话 在现在看来就是一个很一根筋的对局 感觉现在更一根筋 以前的话还有小鬼爆破话还不一样点 是打二打三啊包括打四区别还蛮大的 现在动物园打动物园就是典型的 反正就是我先站住场我肯定赢了 你也没什么机会 或者是谁先站了一个很大的大哥 然后你那边没有解我就赢了 这里叫消吃一个我爽就爽上天了 嗯 一滴这边也没选择就是消灰兽灵 压一个消灰兽灵 还行吧一滴 压消灰兽灵 消灰兽灵还是挺强的 对啊 能打好几个对方叫消已经交了 这消灰兽灵可能不好解 需要一个死产 嗯 需要一个灵魂火最更好吧对吧 他这如果再套一个啊没有叫消 这个弓箭手好像勉强能用啊 能用啊直接就射掉 射到二一就行 这样攻击频率还有三个在就算被对方解掉一个 主要是不能被对方消灰阿古斯一定要解掉一个 最好是零损失解掉一个 这个版本我们也看不到大地的绝活同服爆破了 好可以很遗憾啊 嗯 这里阿古斯应该是不好上了吧 我他有法师他可能给同服导演啊 但其实 这里应该会黑色山范加小鬼吧 对 因为你撞下阿古斯并不赚啊 嗯 他就是他如果黑色山范拿的不好 他把灵魂火甩了我都可以接受 因为现在这个场面确实对他不是很有 他还是选择了一个阿古斯双架 阿古斯双架 感觉这个场面的话 也不是很强 这是一个海巨人回合了 是的 对面去三三个一加一个 四个一加一个 四个一加海巨人 四个一加海巨人 加零费海巨人 位置不够吧 但是好像不够格 对 但就留一个 对 不够格 不管怎么样 这个场面已经爆炸 足以一锤定音的吧 爆炸 不太好办 几方这边首先海巨人要怎么解 灵魂火 灵魂火 哇 灵魂火打了之后就可能会丢大哥 是 这个局面不打灵魂火 好像真的要不攻函了 是的 这个八八要解 那就是不是先上一个黑石探盘看一下 找个利带 看看能不能找个利带先 对 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应该不会有一种打法 直接冲大哥吧 因为武费嘛 武费冲大哥 理论上来说是最强的一波 嗯 但这里损失实在太大了 他打算不接点海巨人 他打算用攻击频率来完成翻盘 那海巨人是一定提点的 是的 看不到 其他随便解解 好 几方这边也可以不吵 先换一换 该换的就换 然后铺五个打脸 是 你为什么要照换我 这边上一个E3还是非常好用的 至少你得交一个叫销或者 或者灵魂火来解E3 嗯 利带 这里海巨人倒是可以比较 利带加大哥 或者 我觉得实在不仅把大哥丢了吧 利带加大哥是可以打得出去的 嗯 然后运机好像能留个 留个灵魂火 嗯 如此多的可 不行 还有机会啊 这么看大地把这个巨人一击 是可以 还是有机会的 对 他这里只要把强一破 然后利带把巨人一解 他自己血量不是损失的特别多 还能玩 上回合打的也是非常的有机会啊 就这么打的话是有机会能翻盘 是 如果灵魂火解的还巨人的话 只要对方不抓阿古斯是有机会的 是的 这里应该会再解一个一了吧 嗯 他现在血量也不是很 果然留了一个灵魂火 下回合有机会 阿古斯打脸的对方应该是 这个阿古斯抓的好 阿古斯抓的非常 这应该是这个阶段能抓到最好的牌了 难道不是武器冲锋吗 反冲一波 哈哈哈 我那个也可以 那个也可以 空手抓一个武器 那就先丢怪再灵魂火再 抽一张 再抽一张 嗯 现在大帝最怕的是对方如果也有什么灵魂火利带给你带走 其他的没事 诶 禁忌一次 拖三个 打了肯定打了 肯定是要丢的 已经要死了 这不可能不出来 三个一一横掉了 现在对方只要再抽一个利带 大帝就死了 嗯 利带灵魂火都行 孔狼 那就再架 小鬼阿古斯 打脸 对的 看看能不能结几个场 不看了 不用结场了 不看了啊 直接就是打脸 镀瓶魔像来晚了 对 因为他带着灵魂火 他肯定会带着镀瓶魔像这样子 那大帝这套牌应该就是动物园带个 就带 就带一两个镀瓶魔像 其他都没有了 就带两个镀瓶魔像应该是 就是反正节奏呢 顺的时候非常快 因为灵魂火丢杜瓶魔像 一瞬间就把对方打死 如果刚才武废的时候 丢出来一个杜瓶魔像 就直接翻盘了 是直接就翻盘了 多个三三盘 现在不管怎么样都解不干净了 没办法了 好 1比0 1比0 这个也是动物园打动物园吗 谁先站住场谁就有史 谁先吊销谁就有史 主要我觉得是因为现在这个版本没有老司机了 好像打脸的话 没有什么压力 现在有没有感觉 就算有老司机 好像那个海军人解掉的时候已经太痛苦了 没什么办法 新版本出来 你觉得对动物园有大的影响吗 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没有太大的影响 反正那个样子 就是加一点点气牌 镀音魔像最多的加两张吧 就 现在感觉还是气牌术还是不太好 对 现在第四个区的那个小鬼还没有出来之前 我们无法判断这个气牌术到底会不会成为替代动物园成为新动物园 反正现在天地上气牌术我们是 基本上见不到吧 是 数师就很少现在天地 5000名以内应该没有气牌术 都是这个5级左右 当然气牌术是可以杀龙传说 比如说强度到底有没有那么高 有得上去 我觉得还不知道 还是要看最后一个区域开了以后天梯会 还是能气的还太少 其实无所谓抽不出 他的竞争对手是动物园啊 如果但是 所以呢 光上个传说并不足以证明他的强度啊 对 跟动物园竞争啊你是 这边的话对方的起手又很好 是的 气到对方解不掉 真的解不掉 确实解不掉 确实解不掉 哎 散电剑 但是应该不会 亏呀 散电剑的话比较亏 只要上火焰 然后撞他一下就可以了 是 散电剑真的不可以吗 考虑考虑 看没有没有 他觉得下雨后的狼魂是必要的 对 好了 大家被叫嚣吃掉就太转 叫嚣还能上一个小鬼 是的 这个叫嚣吃了一三 实在是不要太爽 正常的也不会跟这个一三去撞一下 反正你吃了我 我也可以反杀 其实如果点到了一下 我可能会摸 对 没点到就算了 没点到就算了 太亏了 阿古斯一架的话 还行 阿古斯架了的话 能至少有两个战场 对 能跟他场面上换光 五五开吗 你一个我两个 然后你可以反打 两个费可以反打还行 这里应该要解个左吧 接手完了还有两费 先散电剑再接手 没有先散电剑没得接手 直接不接手下回合 下回合抽牌解锁 对过牌要解手 这样就必须要期待这个动物园下一回合 我不要铺太多意义 肯定是四个意义的 否则你来不及 那就肯定四个意义了 两张 你已经没办法解对面了 动物园就靠竞技仪式 打了很多快攻 是 其实现在这个打脸萨 是有带闪天红暴 还有那个大漩涡 大漩涡打大漩涡 真的非常强 是大漩涡 真的非常适合打脸萨 比想象中强 适合任意形态 任意萨 萨 任意形态萨 我们前面还说 新环境对动物园有没有大的影响 就这张大漩涡 对动物园的影响就是非常大的 就各种形态的上班 都发现动物园 哎动物园好弱 特别好打 有一个大漩涡 现在很少能看到动物园 因为这种铺一一 对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我觉得竞技仪式战牌 可能要退一下 可能要退环境了 可能要删掉个一张 那两张有点多了 删掉了一张 再铺一堆 现在萨本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 他带了吗 我记得最近的打脸上 都是带的 都会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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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牌真的是便宜好用 关键是出的一费还有惊喜 还能战场 说不定有的时候还 动不动就是沉默 对 不是他主要是能配个火蛇 截你一个或者捶你脸 特别烦 而且北军还是可以搭配 治疗图腾 太独牌 太狠 哇 康波来了 康波来了 这个可以 这个要先撞一个 千万别打错 要先撞一个 否则这个杜云梦象出不来 没格 生不出来 没格他就不出去了 还是应该就不出去了 吧 就不生了 他应该是出去了 然后就不生了 没有这个动作 对 牌你还是要消失的 对 你该气还是要气的 扣死你要交的 唯一的机会 直接锤子挑脸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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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换个技能 换射箭 对啊 能不能抽个牌啊 或者射个箭啊 什么的 还在结场 还在结场也可以 这个打法也可以啊 就 这指望动物园玩很多轮再打死他 他就有多几轮抽牌的机会来反上 只能说这个打法比较被动 他就赌动物园几回合 凑不到高爆发 等他抽到武器还来得及 但是对方唱过阿古斯 你就没戏没戏唱了 那对方阿古斯还肯定手上没有 是 他想已经用过一张了吗 对吧 我觉得直接分流吧 直接分流吧 不要咬肚子 肯定不要咬图腾 他这里都没什么用 哎 还是咬了 他咬了够费吗 够费 他非常有费 华里的冒铁 射箭吧 射箭吧 你说他这回合 如果上回合没有结场的话 有没有机会 直接开射 能多打 多打一个量 两伤吗 一会看有没有两伤伏笔就行 不过他刚才这张牌 抽得也不好 抽了一个三费的战场 要是抽直伤 那才有机会 他现在还是有机会的 因为伊犁地 还要再减一个回 15血对于萨曼雅 分流一定要分 我觉得一定要分 对方没牌 怕了吗 扭达扭达 古斯就稳了 反正杜营模像肯定要上 对啊 我觉得这个流还是要分的 分吧 就算算攻击频率 我们想想 这个伊犁地的体系是 凌风火 大哥弃牌的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 他这个地方不分也是有可能的 哎呦这个锤子好要命啊 要命吗 理论上有获胜可能了 对对面一张石化都打了一张 打了一张石化 不会有很多派能赢 因为他现在是射箭 能打6点上海下回合 嗯 有很多派能赢 闪电剑 石化武器 熔岩暴力 312冲锋行不行不行不行 上回合早分流的话 这回就差不多死了吗 是 那就剩1了 那就多了什么熔岩镇机能打死的可 那就不分了吧 在现在就不分了 直接上吧 冲呗 那个二一先撞下图层 然后把大哥放在恐狼方面 打个6伤吧 就把命运交给萨满的第一张 哎 你不把这个图层解掉吗 他可能觉得他可能觉得火神的两伤也打不死他 算了 还有一部分流 所以没关系 对 读灯不解 我解了 跟你博命是解了好 肯定是解了好 因为你解了的话 好吧 对面其实也没有法强 哎 晓天剑 啊 那 机机 game over game over 刚好 一点都不多 你说到地上上回合要是分流 出大哥冲 魔像的话 有没有会 好像可以啊 可以打死了 可以打死了 可以打死 对 其实当然这个也不能说他打错了 是 我不记得他上回合的费用怎么样了 但是如果是冲大哥 就对于魔像肯定是够的 肯定是够的 哦 上回合的费用 现在是一个零比二对吧 对大地来说 对 还是压力比较大的一场 背水一战了 瞬间就到了这个崩盘点 看来这一套气牌体系的动物园 不是那么优秀 对的 嗯 就可能 因为他没有发挥出这个气牌体系的实力 对吧 都是直接上去的 是 对于魔像都不是甩出去的 就一次吧 一次是灵魂火 然后上内就比较好了 但这个都已经巨大劣势了 那个时候 已经没什么用了 那个时候 对 但其实对面散买也是挺卡的 前面还用来解他那个好多禁忌治疗 而禁忌仪式的怪也浪费了不少 对吧 要不然可能速度更快一些 双方在场面上纠结了很久 然后这个本来前期一度动物园都有机会 比如吃了个天狮啊什么赚了一些小便宜 阿古斯架一架赚了一些小便宜 但是很可惜的最终是因为 这对方确实抽到了锤子 没办法 而且就是换的技能也比较好一些 有剧透吗 大地出现了吗 出了 怎么能这样剧透呢 怎么能这样剧透呢 这个剧透什么太直白了 这个剧透太直白了 对啊太直白了 这个不太好了 大家辛辛苦苦坐在电脑前面 在看这个一的一比赛 你拿一个 哎他已经出现了 我应该说有悬念是不是 是是是是 你们你们这个觉得大地的水平应该能翻吧 是吧 这个棋手有点怪 会长你最近有打这套奥数巨人的导演吗 奥数巨人导演得 就刚开始第一天出 出的时候玩了一下 因为这套牌强的话肯定挺强的 但是其实对整个体系没什么大的变化 对没心意是吧 对没什么心意 没心意所以就玩了 这套牌强肯定 强度肯定是够的 他肯定比比以前的导演得更升了一个级别 打了个补丁的感觉 打了一个7.0的补丁 打了个补丁的感觉 特别厉害 这个礼拜再开一个区的话 就马上出一个月光灵地传送门了嘛 那应该更强了吧这套 好像没什么软用 你感觉没什么软用 哈哈月光灵地传门好像是奶的 奶 我觉得还蛮有用的 是不是塞个一张还是可以 对啊塞一张还不错 他是什么属性来的 我记得是奶 回六点血 奶六送一个你六费怪 对 哇 六费怪 他几费 他七费 七费啊 对 那好像可以 还蛮强的 对可以带 性价比挺高 高野德应该可以带 所以当回选还挺好的 对一张应该可以带 应该可以带 我都忘记了好久 他怎么还不出来 因为最后一星 最后一星好卡还挺多的 像什么麦迪文啊 王子啊 然后月光灵地 这三章我比较期待一点 主要传送 传送门现在的风头 你不是玩小偷贼的吗 你怎么不期待那个虚拟伤人呢 我马上玩战法了呀 好吧 我现在 你转直了是吧 对 战士不用刀不用枪 我开始玩法术 这个火药法已经打出了究极要义 这个好像没什么好谈的 就 不扫已经性命优关了 必须扫 扫完了之后法师就傻了 扫完以后过下台 没事 空手摸宝点 是吧 法师空手摸火球 接着摸火球就可以了 他现在有冰箱有二十八选 能扛很多人 斜向女巫 你看 斜向女巫一上去 对方就不得 对方解不掉 顶个墙 现在上方 扎大树吧 上奥树巨人可能有点作 啊 啊 这么贪 他找了张法师好像 哇靠 他他是不是想要 感觉生命优关了 跟赶紧减肺 哎等会他这个巨人是五啊 他这样的话 哪一个愤怒 是不是刚好可以上个巨人 哇 他这里打的 反正我肯定不会这么打 肯定是上 五十大树啊 不是 哎 我觉得是不是这样 你觉得拿一个愤怒 对啊 然后上一个巨人 不挺好吗 我觉得他这手打的 太奇怪了 首先我 根本就不会用这乌鸦神像 上个五十大树 不好吗 是啊 你上个树挺好的 你既然用了乌鸦神像 你肯定是拿愤怒打巨人 对啊 对吧 你上个大地有没有什么 对战局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化 关键是你上了大地 你吃了三一脚啊 就吃了一脚啊 吃了一脚 还吃了一些法伤 这个火球你可能是必吃的 但是为什么我要吃这个伤害一脚呢 本来就是狗活阶段 太相信自己的法术 能够找到一张回血牌了 还有他的想法就是说 我觉得狗不住了 我要早点依靠傻龙 早点跳出来 所以他上了个大地 但是他明明狗得住啊 他十三点血上个大地的话 我就下回合再开始 上大地也来得及啊 就是他狗活的几率还是挺高的 不能说完全没有吧 好 那这样直接走不住 被人家吹死了 我觉得就因为他没上五十大树 对啊 这个上高树 其实这个真的是 七十七十七七七十 结束了 多扛了差不多三点伤害 就是三伤吧 加一法强嘛 其实也没有 法强是肯定要吃的 你是说他不一定的 也是死 因为他血量还是死的 不管死不死 我觉得他这手打的 就应该还是上强好一些 对啊 要么就上强 要么就愤怒解了嘛 怎么可能吃这个三伤 上强的话其实就 上强就吃不到 至少吃不到这三血 三伤是吃不到的 对 法强吃不吃到 另说的很难讲 对吧 就如果当时就直接拿愤怒解了 也会更好 一个法强吃不到 对面也没有三分 我们算一下 他最后是四血 不是 死的还是死的 我觉得后面几血我们就不算了 就从当时的情况看吧 我觉得我的想法是 先上五十大树 下回乌鸦神像找奶 对 然后乌鸦神像找没奶的话 肯定是愤怒解了上巨人 对啊 对 就上大地 只要找到奶应该是赢了 因为对方断手牌 没有爆点 对 两个火球神抽已经太神奇了 你如果这两个 破发火虫了 已经 从概率论的角度来说 不推荐它是这样的 好 那不管怎么样 现在变成了动物园对战这套 二手巨人导演得 气牌员 这个动物园打一个问号 对吧 这把动物园应该挺稳的 因为它已经可以打出 它最强combo气牌 是 大哥丢杜云魔像 在一会再来个杜云魔像 丢两个 大地这套牌 如果能三抓德鲁伊 其实也正常 因为都挺克德鲁伊的 除了内战 火药法打德鲁伊 还有就是动物园打德鲁伊 嗯 把气窝红扫 然后根据解一个 稳 大家有点伤 常常晓得有点伤 他只能这么大 哦 他上两个一了 他要把攻击轮次赚够 因为怕解不掉场 这里就上个 三费 上魔像的话 可能不太舍得 这 不是完全气牌体系的话 这里确实挺难打的 完全气牌体系 这肯定是二加一 然后看 丢到杜云魔像 上一个吧 那你这样打的话 你肯定要上杜云魔像 我觉得还是上个三三吧 对啊 上个一一点威胁都没有 算了我们不贪了 丢一个魔像也够 我可能会上右手 就不让对方觉得 我在藏魔像有大哥 更加阴险 对 这个激活摸的还是不错 这局德鲁伊 从现在看的话 优势挺大呀 至少 有盛面 对有点优势 看在这里摸了一个 死残和杂魔的村民 我觉得 死残和杂魔的村民 考虑考虑哪个有用 想想 村民吧 村民直接丢上去 夏虎哥直接冲了 怎么样 他死残暂时用不上 哦 他这里 历代要 他历代要解 对 他要历代解大地嘛 历代要解 所以他只有一个费 一个费 他有一个银色是从 已经有了 所以他可能不太想拿 赵卢斯 他大概是吧 白鞭泽鲁斯吗 他还是拿村民的 白鞭泽鲁斯给丢了 不太可能会去拿 没什么用啊 夏虎哥就应该是冲大哥了 对 没什么悬念 没什么用 有没有一种打法 不管 啊好 不行 因为你下回合也没法利贷 他只能这么个利贷 是 如果有多余的费用的话 这个大可放他一马 看看会不会丢魔像 冲啊 这里有什么好想的 直接上啊 这都不丢魔像 下把就把这套牌换掉 哈哈哈 下次再也不用他打比赛 冲啊 好的 魔像出去了 那这样的话 这对于多路一样 也场面太危险了 又要打横扫 这个横扫打完的话 是最后 最后一个横扫 然后这边来个竞技仪式 都挡不住了 有没有不打横扫的办法 不打横扫的办法 他可以 没有吧 好像不敢 还是要 还是要扫吧 还是要扫 还是要扫吧 扫完之后下回合可以上巨人 对 巨人对动员来说一点威胁都没有 随便 随便打 看不见 对 随便打你这个巨人 等于我会什么都没干 巨人抓在手上 还是不如导演之后再扫 哎呀 进击仪式 那就直接进击仪式了 横扫已经确定没有了 进击仪式丢了 四个够了 四个就够了 对 全员打脸 没有横扫了 巨人表示这么多一一 他解不干净 乌鸦神像找横扫是吧 对 星辰 坠落也可以 哎 星辰坠落 那就拿星辰坠落呀 对 是的 还能给这个奥数巨人减费 多好的事 这么开的话 小德还是有机会啊 对方要再扑一扑 再来个 这个真没办法了 再来一扑 对吧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快上 小德可以选择滋养过牌 然后上巨人 过牌去找一个 有个上龙 没什么问题 找几乎有个上龙吧 或者再找一个乌鸦神像 陆魁 紫罗兰 没什么用 都水宠 大龙 这三个都没用 没什么用 水宠都没用 需要导演 哇孔狼这应该 不解的话没位子 那这里先分个流 先分个流再说 对 面积 磕大树的 没什么用 打脸怎么样 还是解了吧 因为我感觉 孔狼的利用价值发挥最大的 就是解 解这种踏怪了 这把孔狼利用的利用起来 嗯 解到现在突然想打 想打零魂火 他想打零魂火 他想打零魂火 可以 全上打零魂火 就欧应打零魂火了 是的 全上打零魂火 换血换了个二一 他就变成一个二二 他是变成二二吗 变成二二 是的 一和二调换 他变成两个血 然后一加一就变成二 光环了 他唯一考虑的就是说 要不要留一手炼金换大树 所以他在思考 我觉得这个场面 一定要打零魂火 要不然 德鲁伊不痛 对 你要主动一点 冲着对方脸上打 蹦蹦蹦 蹦蹦蹦 对 然后接下来就看能不能摸第二个大哥 摸离带什么的 就把他对一次就行了 场攻高打 很高 反正九点左右 11点 在九点左右的区间范围以内 没问题 没问题 可以的 不管怎么样 这个 德鲁伊已经 基本完蛋了 就看动物园怎么抽了 这小德是不是怎么打都没得翻 感觉是这样 他没有东西可以 没有支撑他能翻盘的点 现在就看对方的摸盘 对面只要摸一伤就够了 摸一堆伤害 这件恭喜你上天了 死的几率太高了 又是混火又是历代又是大哥又是阿古斯又恐啊 又叫嚣什么的 一堆能打死你的东西 好双方战场了2比2 很激烈果然这个比赛还是比较刺膝比伏对吧 然后很精彩 现在是2比2了 是的 2比2大地的最后一局也就是一个德鲁伊内战 不知道他会使用什么德 这个比赛进行的时候应该第三个去已经开了 说的 可能会出现野兽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 还是他一个导演德吧 也得好像感觉现在强度 挺看手挺看排序的 还可以也得强度上没得说我觉得也接近T 对 但不一定比导演德强 对啊不一定比导演德强 而且他这个但是可以用的 也不一定比导演德好玩 所以用的人可能没有强 他们那么多 也得反正大家都知道吗 就是5费老虎6费 机博直接上655然后这波我很强 对 还有还有一些比较可怕的就是什么 站了一个54然后贴压杀基因记 啊对 输出报告 就是压杀基因记 输出报告 这里激活上一个子罗流了 下一回的激活自厂 他那个激活动画就 bog了 就下面这个德弩一好厉害有光环效果 那看来我感觉下面有光环的好像很 GEB 有大自然祝福的力量是吧 好厉害这个,一看就是冲了VIP的 哇,这肯定是科技的 这把不用剧透我也知道,大地有点稳 这个不激活,这个不激活自养愤怒,这对不起是发牌给你发的这个牌啊 这对方要疯了 这什么啊,你这样抓牌的,太欺负人了 大地是成都主场作战,上海有吗?有在吗? 有,有,我们依斯大的阿信都打进去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消息 要不来会 没有,会长最近在关注于打这个欧富天梯 好,算了,阿信运气好,这个消息我不知道 这边先愤怒垫一刀,然后做一个 哎,我觉得这里是不是应该拿激活,激活硬币直接横扫掉啊 你这样放子罗兰再回一回合真的好吗?万一加一加一了呢 对啊,万一来个激活加一加一了 对啊,万一来个激活加一加一了 还好没摸着啊,摸着 万一对方来一个让你不方便很少的是吧 对啊,你就麻烦了,这个其实太堵了,这一下 他拿的竟然是亚萨吉印记是吧 他拿了亚萨吉印记 他就是要气死,气死,气死你 哈哈 现在上方这个德鲁伊很尴尬 手上的这些牌确是法术 大帝这个导演得竟然还带了末日啊 以前也有过,这个是强行抢先手的一种打法 打内战效果佳 加,对,像现在没老路了,特别厉害 对 我就明目张胆的脏你 对,科技,下回合就可以5加4了 这个压力好大呀 本来只解一个33 嗯 这个压萨吉印记过了,实在不行,那什么吧 这是要俯根啊 哇,俯根节目想想都觉得亏啊 内战真的很 俯根很重要 内战俯根很重要 如果他现在再用一个加一加又好亏啊 我觉得就打脸过了,是吧 他真的是想要解末日 他要加一加一加变脸解末日 哦,这么解的话 这样的话 你相当于还是把先手让给对面 因为对方常占这个三次 嗯,对方还能上不快 对面可以直接紫罗兰 然后再加上变脸加那个法术几雕 是的,可以 不过也还行 他这个打法还还可以 有很多种方式的 真的俯根是不方便交的 因为交俯根 就没救了 后面就没法翻了 对,没救了 这里大帝可以上螺丝 也可以4加3加2 4加3加2稳一点 对,我推荐4加3加2 反正把场控住了 基本上都是优势 对方交了一个红色 这个光环是保神抽用的吧 好厉害啊 导播下次会要这个光环打比赛的时候 哈哈哈 一看就觉得好像自己比别人厉害一点 对 好了,那这边的话 蓝龙妹这怎么办呢 蓝龙成长 嗯,再说 赶快导演啊 蓝龙成长啊 赶快逼导演出来啊 蓝龙成长嘛 就别愤怒了 对啊,就求导演啊 你这个变脸来不及了 哇靠,这还变脸哪 这没救了 不求导演肯定赢了 现在不行换我双 啊,他也没这么大脸 他可能 他可能以为没那么大脸 因为 也不知道大帝这边有螺丝 那这里的话 蓝龙很少或者 还是上螺丝 螺丝变脸嘛 螺丝变脸解了 对,然后轰脸 嗯,螺丝变脸嘛 对面血量已经很 好吧 大帝爱怎么玩怎么玩了吧 现在他已经是 巨大优势了 他有光环他说了算 对,我觉得他巨大优势了 怎么打都行 这个场小德也基本上没法解 除非再来一横扫 嗯,这边选择了 这个陆龟 愤怒打个4 现在11血 对方场上就有7.5 不会又变脸了吧 这回终于成长了 看看有没有尤格萨狼 啊,尤格萨狼来了 有 但死掉了 然后被 轰一炮在脸上 已经死掉了 是的,轰一炮在脸上就再见了 让火焰进化一切吧 对面小德走得很安详 是的 没有什么怨念 这就被人家反穿了 是的 大帝反穿 直接三抓德鲁伊了 嗯 这实在太尴尬了 这 本来 早早的就在对方的气牌动物员手上抓了两分来 但是最后又有自己都 德鲁伊的种种问题 自己有一把就是打法师话自己失误吧 也算是 但其实也还好 其实他就算那位上也是死了 从排序来看 好像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嗯,对的 好的,那也是恭喜下 大帝的话 这一集 这一集 这一局还是晋级了 这一局晋级了 对的 然后也是比较不错吧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等会还是会有大帝的表演 嗯 算不算表演 比赛吧 比赛 还有更多更精彩的比赛 是的 我们休息一小会儿马上回来 让我们的敌人来 我会继续砍死他们 到達